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今天 好多好多 以前我去泰国 就有见到的 这些长辈们 前辈们 都今天都在线上 很多我们的台商的 这些会长 总会长 理事长 太多长了 没有办法一一讲出来 他们不管怎样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出席我们今天的 泰国台商健康的讲座 因为大家很关心 特别疫情期间 不知道要怎么吃 可能吃点薄 还是吃点好 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 就是 怎么打完疫苗之后 好像就很多病发展 心脏症 所以我今天 特别请到我们的 心脏科的医生 跟我们营养部的 树林 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可以 互新有道 健康做到 营养抗疫 支出免疫力 那我们开始之前 来我们首先欢迎 我们的 乔委会 彭大使 现在 在美国 这个时间已经在睡了 今天我们欢迎 乔委会 副委员长 徐家清 他有录了一段 这个影片 那我们来欢迎 他帮我们致辞 徐家清 副委员长 祝泰国代表处 谢组长 彰化基督教医院 海外医疗中心 高执行长 泰国台商健康交流协会 林执行长 台湾会馆 联合主席 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郭总会长 中华会馆 李理事长 华侨协会 于主席 华商经贸联合会 王理事长 各位 桥台商先进 各位乔包 大家好 COVID-19的疫情 仍然未趋缓 为了关心 我们乔包的健康 乔委会 特别邀请 卫福部新南向 一国一中心 负责泰国的 彰化基督教医院 与代表处 共同合作 来办理本次 线上的医疗讲座 提供各位 所需的防疫 及相关医疗资讯 彰化基督教医院 从2009年起 就与泰北 Overbrook医院 合作 医事人员的 培训 及疫诊工作 透过台湾 一位 新南向的政策 彰化基督教医院 扩大与曼谷 清迈府 各大医院 合作 将台湾 优质医疗实力 介绍给泰国友人 成效良好 此外 泰国正推动 工业4.0 与东部 经济走廊 发展计划 而张基 新建全台湾 第一座 智慧绿人 医院的经验 正好符合 泰国目前推动 e-health计划 有助于 台泰医疗的 技术交流 扩大双方的 合作 本次的座谈 由住处 先透过问卷 来了解 各位的需求 才规划 以下两个主题 第一 护心有道 健康做到 由张基 心血管 内科权威 杨渊博 医师 主讲 分享如何 在疫情期间 照顾 心血管 疾病 降低 染疫的风险 第二个是 营养抗疫 施出免疫力 由张基 扇持部 林嘉卿 主任分享 抗糖化的 生活饮食方式 及营养抗疫的 行动要诀 我们也要特别 感谢此次的 六个侨团 共同合作 来关心 侨胞健康 非常期待 大家在线上 收获满满 最后 再次感谢 张基的协助 与住处的促成 预祝各位 在疫情期间 都能够 平安健康 也希望 本次的线上讲座 顺利圆满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 许副委员长 帮我们勉励 他的名字 刚好跟我们 今天的营养师的名字 一样 只有姓部一样 好巧 他叫做徐家庆 我们今天的营养师 叫做林家庆 对 名字都刚好 一模一样 这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邀请 我们猪太代表处的 政治组的谢组长 帮我们讲几句话 组长请 大家好 乔委会 徐副委员长 徐乔晋副委员长 还有我们张基的高小林 高实行长 我们老朋友 那我们张基的杨医师 还有林医师 还有各位桥界先进 还有我们高主长 那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参加大家这个活动 那我们都知道 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这个疫情肆虐 那在泰国 其实这个情况 也是颇为严重 那所以大家在线上 建的时间 比在餐厅建的时间多 那也是希望大家 这段时间都能够确保平安 那我们看到说 在过去这段期间 就是说整个疫情下来 其实台商朋友 侨胞朋友 其实在这个经商环境上 还有这些个人的这个健康养护上 其实桥委会都有注意到 我们这个需求 在过去这一段期间之内 我看到其实我们桥委会 没有办了很多的一个活动 包括这个疫情期间的 这个工厂的管理等等 还有疫后 这个后疫情时代 他的这一些 business的一些营运 那如何说 透过现代化或自动化 能够升级等等 这个我相信 对我们这个侨胞朋友 台商朋友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现在就是更进一步的 去照顾到大家的健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说像现在 刚刚那个高执行长 也提到说 这个怎么去养护这个心脏 那打了疫苗之后 是不是这个心脏 有什么麻麻的这种 其实跟大家的这个 整个个人 或是这个家庭成员的健康息息相关 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吸引人 那很高兴说今天能够大家齐聚场来听这个演讲 那我希望说这个今天下午 今天泰国这边办公室外面风和日历 在这个这个星期五的下午 大家能够很轻松的 享受这两场演讲 那大家能够都收获满满 在这边也祝大家 今天这个演讲顺利 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 谢组长 其实我们如果在现场办的话 就是一边可以喝咖啡 一边可以来聊天 太可惜了 我们现在已经两年都不能到出国了 也很痛苦 对啊 我们都很想念大家 很想念泰国这样子 对好 那我们要来开始正式演讲的时候之前呢 那我们要来拍一张团体照 所以如果你的 你有镜头 请你把你的镜头打开 但是麦克风不要开 不然就会叽叽的叫 镜头打开 看着你的镜头 对着他 大笑 开心开心开心 好 那再一次咯 对着你的镜头 按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 好 我们有人在帮我们截图吗 拍照吗 应该有吧 好 我们就 我们会把这些照片分享给大家 对好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 邀请我们 第一个讲者就是我们的 心脏内科的 杨医师 杨渊博杨医师 你听的名字你就知道 他叫做学问渊博 杨渊博杨医师 学问渊博 所以等一下你有心中的问题 你会问不下去 以后你问得到不下去 问得到不下去 他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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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现在要讲的题目就是 COVID-19期间 心血管的慢性病 心血管慢性病 他的怎么样去照顾跟保健 特别在COVID-19期间 杨渊博杨医师 好 那谢谢 谢谢小林姐介绍 那各位前辈 各位长官大家午安 我是彰化基督教育医院 心脏内科 杨渊博医师 那很高兴今天有 这个荣幸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在COVID-19期间 心血管慢性病的照顾跟保健 不过我想保健的部分 就留给待会下一个讲者 来跟大家跟大家讲 那其实在从2019年开始 在2019年开始的时候 这个COVID-19就开始肆虐了全世界 不管哪个国家 几乎是无一幸免 那其实虽然我是心脏科医师 最开始我也觉得说 这是感染科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不过后来发现门诊的病人都会问 也会问我们疫苗的副作用 那他适合打哪一种疫苗 那像之前台湾的新闻 有提到说哪种疫苗 可能血栓 或者一些并发症副作用 那甚至有一些死亡的个案 就让大家对于疫苗 非常的担心 所以自己就有去 所以自己就有去 对这方面做了一点深入的探讨 那也是把这个东西 那我们要讲COVID-19的相关资料之前 应该是要先了解全球的趋势 到底是怎么样 事实上在每一天 到目前 这是到统计到8月8号的时候 他每天目前大概有60万的确诊 从这个波形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现的 算是第三波的高峰了 那所以全世界的疫情算是 一下好一下变差 一下好一下变差 那甚至死亡的曲线呢 跟刚刚前一张同影片蛮接近的 就是只有三个波峰 那现在呢 其实是正在网上串的时间点 死亡的话呢 现在反而是下降了 这就很奇怪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 确诊增加死亡却下降 那代表我们做的事情 跟以前可能有点不一样 也就是说 在现在不管你的药物也好 或者是疫苗也好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这样的一个policy 让我们的死亡率可以不断往下降 那我也特别去看了泰国目前的现况 在泰国大概是八月 应该是八月底 七八月左右 它其实是个高峰 我大概看到在箭头画的这个地方 有个蓝色的点 这是高峰的时候 那当时呢 大概是平均一天 大概有两万个确诊个案 是确诊的 那现在它平均一天是一万次 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我生在台湾 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那么多 每天有这么多的确诊 一天有一万四个 一万四左右的确诊个案 那死亡的部分 一天大概是179个死亡个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确诊或者是死亡 看起来都是似乎在往下降 这在泰国方面 所以各位前辈如果在泰国的话 其实我最近有个想法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为什么在泰国 台湾很少看到那种突然间的大爆发 我认为是台湾的人比较口罩戴得很好 泰国的疫情就是刚提到说 一天有大概一万四的确诊 但是在死亡的方面是一天大概是179个 这是在之前的高峰 但是目前的高峰看起来都比较好了 那我最近的感想是认为说 台湾很少那种大疫情的爆发 除了在五月份的时候以外 几乎都是小零星的群聚 那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口罩戴得很好 甚至在之前的台湾 三级警戒期间 路上只要过了大概六七点左右 只有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目前大家是做的还不错 那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全球的趋势 全球的趋势 目前染病的大概是有2.19亿个人 那死亡人数大概455万 所以平均的死亡率大概是2% 算不算高呢 这个看各位的心理的那一巴尺 是要定多少了 大概就是每50个染疫的人 就会有一个死亡的发生 那大家也知道说 在全球这样的趋势 在先进国家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会不会在比如说美国或英国 它的状况会不同 那我们有特别整理给大家看 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美国打的疫苗 是属于莫德纳的疫苗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个图呢 就是美国的新增个案 他们最近也是一波高峰 从6月25号开始 就看到一波的高峰 那他们的死亡人数也还在上升中 那代表什么 代表莫德纳的这个效果 也许针对不同郡株的COVID-19 那它产生的保护力 可能就不如以往来的好 看到的结果似乎是这样 所以美国在目前呢 他们的死亡 平均的死亡人数一天大概是2000个左右 也算是蛮多的 那大家在之前的新闻里面 这场诟病的AZ疫苗 他们在英国打的最多的 那英国它目前的状况 它最近的感染也是一个高峰 尤其在之前问不敦网球赛的时候 那连裁判都 裁判或者观众几乎都不戴口罩了 所以他们的感染呢 也有多了一个高峰出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死亡的人数来说 平均一天的人数 大概是200个左右 好像还蛮低的 跟美国比较之下 看起来是比较低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到底这个AZ好不好 其实我是没有答案 但是至少我们从美国 以及英国比较极端的 疫苗施打状况 就能知道说 这样好像不同的疫苗 有不同的保护效果 那在之前 在这个新闻上也都有提到说 目前的疫苗都没有三级的 这个临床试验 跟各位报告一下 目前所有疫苗都没有三级临床试验 通通都没有 都是利用紧急进用的方式 因为疫情爆发的太快 所以只要你安全性还可以 就直接上市了 那所以在疫苗方面呢 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 因为病人会问我们疫苗的 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 研究这些疫苗的状况 那我根据的内容是欧盟的更新 给大家做参考 那这个是 AZ 的疫苗更新的时间是6月18号 事实上欧盟在每个礼拜都会做安全性的更新 因为它并不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它不属于正式药品 所以他们都会每个礼拜做更新 那它里面提到血酸的部分呢 包括第一个 就是有提到说这个 疫苗的这个AZ 的疫苗呢 它会可能造成血小板的低下 但是几率很低 大概每10个 每小于10% 几率不高 那血小板低 一般是会容易出血啊 可是它却会血小板低 又合并血酸形成 这个几率更低了 大概万分之一 小于万分之一 当然这个资料是在4月14号所更新的 那他们也去看到说 在2500个接种的疫苗的这些人里面 在脑部里面的静脉 大脑里面产生静脉的血酸有62个 平均大概就40万个遇到一个 这是我括号里面是我写的 那再来就肚子里面的血酸 就是脾胀的静脉血酸 有24个个案 也就是大概1000万个左右会遇到一个 所以其实比例真的很低 那接种疫苗之后呢 他有特别提到说 三个礼拜内都必须留意血酸的事件 不管是大的或小的都有可能 但小的一般是不会致命的 但如果大的话 有的严重的甚至有可能发生 那疫苗 因为施打疫苗而产生过血酸的这些人 就不建议施打第二剂 这在他们之前的建议里面就提到这一点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打了这个疫苗 不管打了什么样的疫苗 只要你出现不良反应 有医师判断之后认为 这个是跟他不良反应有关系 那这样我认为 就是在第二剂的话 就不要施打同一种的疫苗 那其他的像一些神经方面的表现 包括格林巴利症候群 那几率也真的很低 大概每25万个才遇到一个 那新肌炎呢 这之前新闻也有在讲 大概每100万才遇到一个 所以其实这几率真的很低 所以这样这么低的几率 到底需不需要去担心呢 我认为是不太需要担心 那比较怕的是新闻没跟你讲的 例如像这个 叫毛细血管渗漏症候群 它非常的罕见 几率也很低 但是这么低的几率 有时候我们就怕自己遇到了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去 去小心 简单来说 你只要施打疫苗之后 有任何的不舒服 去跟你一起讨论 只要是小的症状的 一般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是AZ方面 那在台湾很风行的 这个莫德纳疫苗 其实也是 它也是有服装病 不是没有 在之前 欧盟的新肌炎的 这个发生率 大概是每10万人左右 就会有一到十个 那在 在施打疫苗之后 他们去看施打疫苗 这些病人里面 大概平均 110万个左右 才遇到一个 比之前的发生率还更低 所以到底这个 心肌炎是不是真正的 议题 我认为其实不是的 在美国他们有统计 只要是打疫苗的这些 这些民众 他们就算遇到了心肌炎 或者心包膜炎 他们其实 在目前看起来都是轻症 也就是能过关的 那疫苗能不能打在孕妇上 这我先写个结论给大家知道 就是没有建议说非打不可 没有 那刚刚也跟各位报告说 在在这个疫苗的临床试验里面呢 没有一个是做完三期的临床试验 包括 现在在孕妇身上使用莫德纳疫苗的 这个临床试验 他也不是真正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他只是一个登陆型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 写Vsafe CDC 就是美国的CDC 用Vsafe的方式 这Vsafe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就是类似我们的一个回报系统 回报 他们的CDC说 我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异样之类的 用那些数据来做分析的 所以他们分析 这不是一个第三期试验 分析的时间大概是三个月的时间 收入了三万多个孕妇 那年纪介于16岁到54岁之间 总共有3000多个孕妇参加登陆计划 那其中呢有13.9%的 这个孕妇产生的流产 好 那各位看到说在左上角的这个A 是指打辉瑞第一季的副作用 发现到说 深蓝色的这个BAR 深蓝色的这个是孕妇 那浅蓝色是非孕妇 那深蓝色的在疼痛方面呢 孕妇比非孕妇比例高 其他都比非孕妇还要低 但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副作用比例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人会开玩笑想说 在打AZ的第一季 人会不舒服 同样的不管是莫德纳 或者辉瑞的BNT 那在第二季就会比较不舒服 这个比例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B跟D 这个直条图的比例 的确比左边还高很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到底对泰尔会有什么影响 好 那我们就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 包括自然流产的部分呢 大概是有12.6 12.6% 这是从VSAFE里面 那左边这一栏呢 是已经发表的文献里面 所提到的百分比 那死胎的比例是0.1% 从VSAFE里面的登录 登录看到的结果 那在新生的方面呢 包括早产 那体型比较小 或者现天异常的话呢 我看到几乎都是 比之前的研究里面 看起来还是比较低 所以因为这篇文章呢 很多人就认为说啊 这个这样的药物 其实可以使用在孕妇身上 但是跟大家报告 就是它不是三起临床试验 所以安全性方面呢 应该是要让 要将来有更好的一个研究 在这篇文章的结论 也跟大家提到 目前在施打MRNA的疫苗时 没有特别需要考虑安全的部分 是没有 因为跟之前的文章 数字差异不大 但是还需要更长期的追踪研究 毕竟它的追踪时间非常的短 如果有更长的时间研究 才能知道这些胎儿或孕妇 他们的结果会是如何 所以这个疫苗 其实什么时候上市呢 大概从去年的年底 到去年年底 AZ先上开始使用 那后来的Modernal或BNT 我记得在大概今年初 开始用 所以到目前 其实资料非常的有限 所以为什么欧盟 他们在每个礼拜都会去做安全性的更新 因为也很怕说 一些还不知道的副作用 那会不会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欧盟的网站上 其实可以查得到很多的相关的资讯 好 那讲完COVID-19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性血管疾病的照护跟保健 那我们性血管疾病呢 大部分都是跟慢性病比较有直接关系 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 那这个是在随着年纪越大 可能血压就越来越高 那甚至我们的饮食习惯造成血脂肪偏高 甚至现在的人活动量的下降 让我们的血糖也不容易代谢掉 所以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糖也偏高 那在最开始COVID-19的这个疫苗 这个病毒 病毒爆发期间 就有人发现到说COVID-19的这个病毒 好像跟我们人体里面有一种叫做ACE的system 这种这个系统有关联性 那这个ACE的部分呢 它主要是跟我们的肾脏呢 或者我们的肺部有关联性 血管有关联性 所以就是有人认为说 那这样的东西会不会是影响到 我们这些正常人的生理结构啊等等的 那这个细节我们就 这个图的细节我们就不特别说了 那我们来看别人所做的研究是怎么样 他们看到说有CVD CVD 什么叫CVD呢 就是心血管疾病 Cardial Vascular Disease 那合并有Troponin T的上升 什么是Troponin T呢 这代表心肌酵素 你如果是有心血管疾病 合并心肌酵素上升的话 你死亡率就特别的高 那你如果没有心血管疾病 但是你的CVD会上升的话呢 死亡率是第二名 有心血管疾病 但是CVD正常 那你死亡率比较低 那没有心血管疾病 那抽血包括也是正常的话呢 死亡率就更低了 换句话说 你只要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你的风险就会比别人还高了 那如果合并有CVD的上升 也就是心肌酵素的上升 那死亡率就更高 简单来说大概是这样 那抽搐电梯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就是心脏有受伤 所以刚刚我们前面提到 疫苗产生的心肌炎 所谓心肌炎的意思就是 不管是细菌病毒或者是毒素 侵犯到我们的心脏肌肉 这会造成我们心肌的酵素上升 所以这个病毒也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心脏产生的心肌炎 甚至心胞膜炎都好 反正就是影响了你的心脏 所以你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 又合并心肌酵素上升了 我想这组死亡率最高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不管它怎么样的一个 什么动物研究也好 或者什么研究都好 在2020年3月份左右 全世界各国的 包括欧盟也好 西班牙也好 或美国也好 各国的治疗指引里面 都跟各位讲说 你只要是高血压的部分 你不要去停任何的药物 虽然很多的研究 包括像刚刚提到的动物实验等等 很多研究都有一些假说 但这些假说都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你只要使用相关药物的话 就不要停药 原则上就是继续的使用 好 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胆固存 胆固存我们的药物呢 通常各位如果有手上刚好有药物的话 可以看一下手上的药物的后面的字尾 所以写Statum这个药名 那这个药名是目前治疗高血脂的第一线用药 那这个药物其实在降血脂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就有人去分析说 我们如果针对这些住院的病人 这些因为COVID-19而感染而住院的病人 那他们如果有使用Statum 根本没有使用Statum这些病人 那他的差异性会怎么样 就发现在一些指标上 包括说Primary Point 什么叫Primary Point 翻例叫做初级的终点 初级终点就包括可能是死亡 是新血管死亡 然后一些重大事件的话 我们都会归在 把它归类在初级的终点 那看到在有使用Statum这个族群呢 他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In Hospital Mortality 也就是院内的死亡率 那他看起来也是比没有使用的还低 甚至是在使用生压剂 什么叫生压剂呢 就是当你住院时可能已经休克了 有使用Statum这类的药物呢 他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告诉我们说 你在本来有使用这样学质药物的人 你就不要因为这样而停药 要继续的使用 可以降低你的死亡率 可以减少你的血压的变化 也就是减少你的严重度 这是在人家试验里面所发现的 所以高血脂的药也不要停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高血压不要停 高血脂也不要停 那这里有提到说 在临床上呢 只要是COVID-19的感染者 有治疗的这个族群 包括死亡率 就是死亡率也好 或者是ARDS 就是急性的呼吸窘迫症 这一部分也好 或者是急性肾衰血看起来都是 有治疗的这个族群会比较好 所以能不停就不要停 那高血糖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死亡率 在Hospital test 就是在住院期间死亡的 血糖比较偏低的这个族群呢 蓝色的是总数量 那深蓝色总数量 那浅蓝色的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最浅的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不管它怎么样区分 我们看右边这个图比较清楚 这个叫Survival 就是它的存活的比例 所以指数如果越高 代表存活率越高 大家可以看到浅蓝色这条线 它只是Blox glucose 就是血糖 小于140的话呢 它整个存活率是最高的 那大于180的话呢 存活率是最低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告诉我们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 你就必须把血糖控制好 那你的死亡率就会下降 绝对不要说因为我得了COVID-19 那就把血糖给药物停掉 那就不适合 那不管有DM的病人 或者甚至没有DM的病人 你的血糖也是要控制好 有些人是属于糖尿病的早期 他不见得必须要使用药物 可能可以靠饮食运动来控制 但这些病人也必须把血糖控制好 如果你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政策关系不能出门 而在家里大吃大喝 那也不是好事 后面血糖高起来 万一你染疫的话 死亡率就会比较偏高 我简单做个结论 COVID-19其实目前在全世界 最需要去做留意的传染病 它传染力真的非常的高 那全球的死亡率大概是2%左右 目前较好的预防方式 大概就是维持社交距离 以及个人的防护 在台湾还不错 你想买口罩都买得到 那酒精也几乎都有 那是还不错的一个 一个防护 一个环境 让我们可以目前还算蛮安稳的 那疫苗 疫苗在现阶段 是另一个可以减少重症的方式 那慢性疾病的部分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 不管你是高血压 高血糖 甚至是高血脂的情况 疫情期间都必须要积极的控制 刚刚提到药物也不要停 那血糖要控制好 那高血脂在使用SATIN这一类的药物 也不要自行停药 那以上是我简单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杨医师 对 因为就是他讲了很多 大家很关心的一些议题 那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我们等一下 我们的营养师讲完之后 我们的剩下的时间 我们就是来QA 那你有问题 我们等一下在那个时间来 一起来讨论这样子 好 那今天其实很奇怪 就是我们的网络 一直很不稳定 往年我们 因为我们办这个视讯 已经办了超过20场以上 从来没有这样子 好 没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请我们的营养师 我们嘉青 那他也是一个养生的专家 非常非常养生 所以我们今天请他 特别来跟我们分享 要怎么吃 最养生 然后特别在这个COVID-19期间 怎么样吃 可以让你增加你的免疫力 来对抗病毒 好 嘉青 好 各位来宾 大家午安 听得到我的声音 应该可以 好 那我今天就 谢谢大家 那我就针对吃的部分 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免疫 那我们这 其实台湾最近 又有一个Delta入侵 那我们就看到说 里面也有那种 医护人员是已经打过两剂疫苗的 像我们医院大概大家都打过两剂疫苗了 可是打过两剂疫苗还是染疫 所以疫苗要打是一定要的 但是也不保证绝对不染疫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除了在第三剂第四剂之外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强化自身的免疫力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议题 在政府一方面就是疫苗政策之外 也很期盼就是大家能够多一点提高 自身的防疫力 免疫力提升这样子的意识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 那刚刚杨医师已经有提醒大家 很多的慢性的疾病 其实是跟染疫 还有染疫后的死亡 是有关系的 所以要积极的去防 就是要去控制你的慢性疾病 但是其实除了慢性疾病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危害 就是我们讲肥胖 这个是一些新闻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张上纯教授 讲的还是说英国的研究 甚至是疫苗在肥胖者上面施打之后的研究 都告诉我们 就是其实不只是刚刚谈的慢性病 其实光胖这件事情 胖就会让我们的染疫之后的 这个严重度会增加 甚至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力 也会减半 这个都是新闻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刚提到的 我们在防疫里面 第一个要去看 你的免疫力有没有破洞 你身体的免疫力有没有破洞 那我讲的这个破洞 就这件防护衣 有破洞的意思就是 你有没有这些风险 就是肥胖的风险 还是有慢性病的风险 如果有的话 赶快趁现在把它控制好 就是该要吃药的 该饮食运动等等 那这也是一些相关的数据 这其实是我找最早的 就是中国那时候一开始发生 这个COVID-19的时候 他们就统计了 44,600个案例里面 他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有这些心血管 糖尿病 呼吸道疾病 高血癌癌症等等 有慢性病 跟完全本身是没有这些慢性病的人 他们罹患这个 新冠肺炎后的这个死亡率的对比值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刚才的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 会比没有这些 罹患这些慢性病的人 他的这个死亡率是11.7倍 糖尿病是8倍左右 你说高血癌是6.7倍 所以这个就是提到说 慢性病控制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防疫首要提醒 就是我们的身 我们的自己身体这件防护衣 也没有破洞 如果有的话要把它补好 就是要激起的管控 就是我们的体重 还有代谢症候群 好 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谈说 怎么样从吃来增加这个免疫 当然吃也会跟慢性疾病控制有关系 但是今天我要更多讲是 吃怎么样增加这个免疫力 这个是我查到的文献 稍微把它统整一下 把它做一个总结 就是COVID-19跟免疫营养方面 其实有一些特定的饮食方案 就是吃东西的方法 就是饮食习惯 它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效率提高的 那这边特别 就是给大家看了参考的这个内容 第一个提到新鲜的蔬菜跟水果 还有就是黄豆大豆的东西 再来就是坚果全骨 全骨 然后低脂的乳制品 还有健康的油脂等等 那因为新鲜蔬菜水果 大家应该都有概念 都说要多吃一些青菜跟水果 那这在世界里面 我们要是再把这个食物 做一些些研究分析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世界里面健康的食物里面 其实水果是排行很前面 水果的这个抗氧化 抗氧化 增强免疫力等等的这个效用 其实很高的 尤其是水果里面的这个酶类 酶类就像酶类还是说像蓝酶 像国外有蓝酶 那台湾就是桑胜 我们讲我们的酶 比较像是桑胜这种东西 那国外还有一些黑醋栗啊 等等这些 其实水果的效果都蛮好的 效果都蛮好 去年台湾的农委会有出一个 研究报告 那就上新闻 他就说 一条香肠 一条香肠里面就有很多 放了小酸胺啊 又烤啊 像中秋节烤肉熏啊 就会有很多的氧化物 那他就提到说 如果你可以吃一颗芭蜂 我们彰化这边 有盛产芭蜂的地方 他说你如果吃一颗芭蜂 芭蜂里面的维他命C 跟他很多的抗氧化的营养素呢 他说一颗芭蜂可以打趴18根香肠 意思是说 那个香肠很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要一颗芭蜂 哇 他可以去 去除 帮忙去除这些 就是不好的东西 一颗芭蜂 可以打趴18根香肠 所以用这个例子 在跟大家讲说 其实新鲜的这个水果 还是蔬菜 植物的东西 里面有非常多 就是可以帮我们身体 把这些 氧化的自由基的东西 去除的这些 优点 那除了新鲜蔬菜水果之外 我觉得大家比较 可能比较没有那样的概念 就是也一样要天天吃的东西 其实就是坚果 坚果 每天现在是建议要吃一卧 因为坚果呢 其实也是一种种子 对不对 坚果是种子 不管是杏仁果 核桃 腰果 这都是食物的种子 其实种子类的东西 我会称这类的食物叫做 食物精华中的精华营养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你看 一个种子 其实它 它照说是可以长 一个树苗 对不对 长出一个植物 所以你知道就是 它是集所有的养分在一生 所以坚果呢 它有很好的油脂 这个油脂 其实对我们身体也非常好 如果我们用的是 健康的 治油的过程 保留好的营养的话 所以鼓励大家 这个坚果应该可以多吃 还有犬骨 犬骨也是一种种子 对不对 糙米 糙米 那个骨子 骨子就是米的种子 对吧 就是坚剂 像大豆 豆子也是种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很多很多研究里面 谈到特定的饮食 如果常吃这些食物 它对免疫系统的维护 是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这边就是除了 新鲜的水果蔬菜 是黄豆豆制品 黑豆也可以 也一样 黄豆跟黑豆是表兄弟 应该是 大概同一个品系的 好 那坚果 颧骨 之类的东西 就是应该是 在很多的研究里面 刚才多吃这些食物的人 它其实它的离病率 还是说离病之后的重症率 都是比较低的 再来我们再看到 就是低脂肪 还有健康的油 特别提到健康的油 那健康的油 特别我括号起来 特别讲橄榄油跟鱼油 因为这是代表不同种 就是脂肪酸种类的 这个油的来源 橄榄油 这比较算是オメガ9 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 鱼有就是オメガ3 那讲到オメガ3 我先讲就是一般 在我们人体里面 什么器官里面有更多的オメガ3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眼睛很重要对不对 灵魂痔疮 那为什么眼睛呢 像鱼的眼睛也一样 我们看到鱼的肚子有油 像三百肥油 不倒的油 那你看鱼的这个眼睛的部位 オメガ3会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眼睛我们要接受很多的光线 很多的刺激 所以他把这些很好 很精华的这些养分 都会分布在这个地方 所以オメガ3 在目前营养的建议上面 我们也会用在重症 像在医院里面 我们的加护病房 有一些病人 如果身体发炎的很严重 各方面 我们会帮他打油 会打什么 就是纯化的橄榄油跟鱼油 这个我们用这样子 在治疗病人 其实已经用非常的久了 甚至我们有很多 疾病营养的营养品里面 例如癌症营养品里面 我们就会放 オメガ3的鱼油放进去 就变成免疫营养专用的配方 所以你看在医疗上都用了 所以平常使我们的饮食里面 应该把多一点这样子的元素放进去 那要减少就是饱和 饱和大部分是从动物性的油脂来的 还有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就是从加工的糕饼里面来的 就像面包蛋糕这些东西里面 然后糖要控制 高热量高盐分食物要控制 其实这样子的饮食内容 就是跟很多我们现在科学研究里面 所谈的一种饮食叫做地中海饮食 不知道各位来宾有没有听过 地中海饮食是目前算是研究饮食跟健康 不管是对癌症对慢性病对老人失智 等等很多很多 都是讲地中海饮食有很好的改善的效果 还是控制这个保管控制疾病的效果 其实COVID-19看起来它这个饮食的内容 其实也跟地中海饮食是很类似 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饮食 用在慢性病的条理控制 跟用在免疫的增强上 都有它很特殊的地位跟功能在 所以就是你如果这样吃 就是一减二 就是举一反三 有非常多的好处可以一起来看 那地中海饮食 其实除了强调多蔬果之外 我们刚刚已经有提过 地中海地区 他们用非常非常多的 单元不好合的脂肪 就是我们提到感染油这个部分 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 除了感染油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油 是比较多 是这个Omega-9的单元不饱和脂肪 还有地中海那个地方 也吃很多的鱼啊 海鲜类的食物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表格 这个就是介绍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 Omega-9的脂肪酸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美国心脏医学会 食用油建议比例里面 他提到你可以看到 什么要最多 就是单元不饱和要最多 最好要45%以上 你可以看 饱和要25% 但是这个就是要45%以上 那除了感染油之外 其实现在市面上 有另外的油 例如另外一个叫做 高油酸葵花油 但这个油跟我们 台湾的市场上买得到一些 葵花油的那个葵花油是不同的 因为这高油酸是特殊品种的葵花子 所以他特别会写 就是高油酸 这种葵花油 其实他的成分就是Omega-9的脂肪酸 那苦茶油可能大家就比较认识 对不对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病人问我说 苦茶也跟茶油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不太一样 他这个品种不太一样 这是苦茶子 那台湾的是苦茶子 这也是Omega-9很好的油 那酪梨 酪梨油 还有芥花油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如果自己有机会 自己烹饪调理食物的时候 你就记得尽量挑这样子的油 那如果可以更挑到是 就是冷压压榨的油 会更好 他不要那么多的纯化加工 他就会吃到很多这个油里面的好的营养素 那另外看到绿色这一段 就是列出很多的坚果 对不对 刚刚我们已经讲说 坚果要尝试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坚果里面 都是Omega-9的油 真果 我不知道 真果的辛烧巧克力里面 那颗就是真果 夏威夷豆 胡桃 杏仁果 腰果 开心果 花生 那台湾都有偷到 这个就是Omega-9比较多的油脂 这是给大家做参考 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油 这么多的种子类 都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比较多的 再来再介绍一个 就是多元不饱和脂肪 这里面就有Omega-6跟Omega-3 那我先先谈一下Omega-6 因为其实Omega-6 它是我们现在市面上 常见的烹调用油 在台湾比较多都是用大豆油 大豆油就是Omega-6 而且大部分的餐饮业用的都是 精炼过的这个Omega-6的油 大豆油 这种油并不是不好 只是说这种油 如果是比例吃太多的时候 会对免疫各方面 有一些抑制的作用 甚至也会有一些过敏的问题 有一些过敏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在用油的选择上面 要换一点给Omega-9 甚至要强化一点Omega-3 我刚刚讲的 那Omega-3除了鱼油之外 也有一些素的 我吃素 不然我就吃粗的东西 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 是提供Omega-3的 其实还是有 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油 紫苏籽油 就是我们吃鲨鲨米 在吃那个紫苏籽叶 台湾是没有 这个自己产 可是在韩国 在云南有很多 那目前台湾有人去进 进口这个紫苏籽 自己压榨 压榨这个油 亚麻人油 可能就有比较多人听过 那台湾这几年自己种很多 就是什么 印加果油 就是这几类 那算是植物性的Omega-3 有人说这个是素食的鱼油 这些油 其实都可以用在我们的 平常食物的调理里面 多放一点Omega-3 多用一点Omega-3 去平衡太过多的Omega-6 那在坚果里面 比较特殊是核桃 核桃就长得很像脑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Omega-3多 就是说吃闹闹闹 所以你看 刚讲眼睛里面 我们的器官眼睛有很多Omega-3 脑袋也是一样 因为是重要器官 Omega-3特别多 所以你想要看那个核桃 想要脑袋 所以就有很多的Omega-3 所以一般我们对健康的建议里面 Omega-6跟Omega-3的比值 最好要小于4比1 Omega-6比要这么多 OK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文献 我把重点框出来 就是对于新冠病人 就是重症的时候 我们给他营养的时候 其实在今年的新的建议 在欧洲肠道肌脉营养医学会里面 住在ICU 他就提到说 第一个礼拜 记得在ICU住的时候 一定 营养师给的食物给的配方 千万不要给太多的黄豆油脂 就是Omega-6 为什么 刚讲Omega-6太多的时候 其实会变成一个发炎的全器物质 所以提到说 身体如果一直有在发炎 还是刚提到慢性病 身体是慢性发炎 都要注意不要用太多的Omega-6 那只可惜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油脂的使用 总油脂量是随着我们的 这个时代在前进 它整个油脂的总量 也一直是在往前 摄取量一直在增加 那你可以看增加最多的 其实是什么 第一个是饱和脂肪 因为现代人都是大鱼大肉 吃很多肉 所以饱和脂肪是增加的最多的 再来你可以看到有一段 有个段是反式脂肪 就是加工 吃面包 吃蛋糕 吃糕饼 这里面就有很多反式脂肪 那你可以看到 Omega-3是越来越少 对不对 Omega-6也是上升的 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在饮食里面 要特别强调 要稍微逆转一下 多补一点Omega-3的油 还有吃一点鱼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Omega-6跟Omega-3的比值 你可以看到现目前的 欧洲 英国 北欧 美国 等等 你都可以看 就是刚讲是4比1 要小于4比1 你看都是十几 15 16 甚至你看在印度的城市 38到50比1 Omega-3的油 几乎都不见了 那在以前很多 在那个狩猎的时代 很多的动物里面的油 其实有很好的Omega-3 现在几乎都没有 因为现在都是 整个系统性饲养的 那现在过去的野菜 甚至蔬菜里面 有Omega-3 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野菜 Diburin 大家知道Diburin Diburin这个东西里面 其实Omega-3还是很丰富 如果有这个菜的话 可以吃 好 所以呢 我总结几个特效防护 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要多穿这件防护衣 第一 家里面要备用 两三种以上的油 刚讲的 你一定要选一点点 Omega-9的油 就是像我们这个 有秀的 有个这个是 刚讲 高油酸的葵花油 Omega-9还是坚果 吃一点 用点吃坚果 还是有坚果的油 还是这个 刚讲 硬加果 辛辛果 这个都是 就Omega-3的油 好 来 第二件防护衣 每个礼拜要吃 Omega-3多的鱼 两次到三次 那一般我都会谈 就是 一次就是吃一个手掌 所以一天两只手 手举出来 就是两个手掌 两个手掌大的鱼 就刚好你的手掌 我们这样一个手掌 一片大概是100公克左右 一个礼拜要吃200公克的 什么鱼 画在这里 看到 鲑鱼 青鱼 秋刀鱼 这就是Omega-3多的 要特别去吃 不然有时候吃不到 特别 特别去吃 这是第二件防护衣 好 再来还有很多的 营养素 其实也是跟 增强免疫力有关系 我们所知道 维他命C 所以要吃水果 那维他命D 维他命D 维他命D跟太阳有关系 可是跟刚吃的鱼也有关系 你要是常吃 刚我提的这几种鱼 Omega-3多的鱼 其实它里面刚好 维生素D也很丰富 那如果说 真的没有办法常吃鱼 没有晒太阳 适度的日照 那就是要 补充维他命D了 然后新 矿物质新 好的益生菌 这些都会增强 我们的免疫力 那我们再看一下 新含量丰富的食物 过去我们觉得 就是蚵仔 蚵仔最多 但是我提供一些 植物性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 就像米的配芽 像米糠 糙米 糙米那个腐皮层 它就是坚果的当中 特别是南瓜籽 这个 这里面新含量很丰富 那 这个南瓜籽 其实不止这个多 鎂离籽也很多 美又可以强化 这个维他命D 在身体里面的代谢跟应用 所以这个南瓜籽 你看 这个胚芽 这个米糠 就糙米这种 就一举两得 这个就是很好 很好的食物 我刚讲过了 种子是精华中的精华 这种营养一定要吃 好 所以呢 坚果天天吃一卧 一卧是多少 就是30公克 或者这样一盎司 就是一卧 一卧 一卧的坚果 好 第四件防护医 全骨杂粮 一到两五 比较胖的吃一碗就好 就是谁少一点 可是尽量选全骨 全骨类 因为这是种子 我讲过了 种子 精华中的精华的营养素 所以抗氧化效率 非常的好 那张鸡 这前面这几年 自己有片田 种了有鸡米 我特别知道说 那个原来稻米的生长 120天 刮风日晒雨林 没有在遮雨伞 所以那个 稻子站在田中间 这样晒 抗UV 抗虫 抗病 所以你知道吗 它那个防护力有多高 所以你要是可以吃这种 全骨 这种自然的 这种原始的食物 你就知道 它120天的功力 你一口就把它吃进来 所以为什么需要吃自然的东西 就是我们人没有菠菜雕 可能在大太阳 可能站不了一小时 我就热到昏倒就中暑了 可是你看那个植物 可以在那个田里面 可以占120天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越是经过自然淬炼的食物 它的抗氧化能力越好 道理就在这里 好 那再来最后谈一个维他命D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今年过年前 一月份来来验 那时候维他命D很低 只有19.4 那经过一个月 我们帮他补 维他命D就冲到60.4 维他命D正常是要在30以上 那可以在50以上是更好的 意思是说 其实检测一下维他命D 现在在台湾其实已经很方便 张鸡也是很方便 就验一下 当天就可以知道 那就可以补 就用冲罐的方式 一个月就可以把它冲上 之后我们就标准的吃 吃这个维他命D就可以了 那特别新冠肺炎建议就是 一天2000到3000国际单位 如果是你的维他命D数值是 标准30以上 就一天可以吃2000到3000国际单位 如果太低 那可以找一下营养师或医师 看怎么样先把它冲上来 再补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维他命D不只是跟骨骼 钙子吸收有关系 现在跟免疫力 跟很多的抵抗力 内分泌都有关系 最后把我讲的 整理在这一张 最后一张 六个提醒 第一 多彩的蔬果天天579 记得如果血糖血脂高的人 水果少一点 水果一天一晚就好 因为水果太甜了 我不知道泰国水果甜不甜 应该也很甜才对 台湾的水果实在太甜 所以应该可以多吃一点蔬菜 水果适量 不要吃太甜的 全骨杂粮 每天一到两碗 如果吃不了这么多淀粉 照看没有 干净的米胚芽 米糠 这些东西就是吃它这个最营养的腹皮层 就一到两汤匙也可以 那坚果天天吃一卧 30公克 Omega 3 Omega 9 冷压出炸的好油 每餐一到两汤匙 甚至这些好油 对于我们的血胆固醇 心脏病的防护 也有帮助 不只是抗疫而已 Omega 3 丰富的鲜鱼 每周要二到三次 一次要吃一个手掌大碎 至少要吃两片 两个手掌 那维他命D 可以了解 检测一下 缺乏的就应该要补充 好 以上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而且去试试看 然后吃 用吃来增强你的免疫力的防护 就是在疫苗之外 再给自己多一层保护 好 今天就说明到这边 谢谢 谢谢嘉青 告诉我们要吃什么东西 可以哪一类的油类啊 然后或者是穀物的东西 怎么吃 可以让我们身体会比较好一点 免疫力会比较强 特别在疫情期间 因为看得到那个油 就很多种 我们应该很少去注意到 要吃什么油 可能家里只有这罐油而已 家里面可能要准备 各种不同的油 有一点困难 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在煮饭 所以根本没有油 像我都在吃外面 家里也没什么油 除了奶油之外 它也没什么油 对 没关系 因为我们至少 今天听完之后 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这样子 对 然后 等一下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来问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线上有很多的会长 执行长 主席 太多长了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 我只好一一的来叫这些长辈们 讲几句话 你有问的吗 可以问一下 你要回馈吗 不要紧 首先我们一定要请我们的 李永化执行长 你最资深 你先跟我们说几句话 好吗 好 大家好 好 张鸡 辛苦了 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同大使 他离开泰国 还有新离泰国 就关心我们泰国 像高组长 和陈乎长 这几天 每天都在吹 吹我爱贴贴 你看很关心 所以泰国台商 我们很幸福 还有这么多 你看 稍等有这么多人 大家都有问题 让他们去问 你问到他们 不可以这么久 我感觉 这样 非常好 希望这个模式 我们要做到世界上 像泰国做的 他要做到世界上很简单 这几天听 绝对有好 对不对 刚才说 有那么多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 几天吃都有 对身体绝对有好 听这些没办法 人家去博客有办法 谢谢 你辛苦 那两个主讲人 很辛苦 谢谢 好 感谢 感谢 那我们 第二个 我也是来邀请 泰国华侨协会 余申华主席 可以 帮我们讲几句话 我开了 好 可以 今天 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的 我们今天来泰国的 主讲的 杨医师跟李医师 那么也感谢 乔委会 对于泰国 我们乔台商 乔包们的 大家的健康 和保健 我非常关心 所以推荐 我们台湾最 有名的 彰化基督教医院 来给我们做 在这个COVID-19的这种 疫情两年的时间 来做一个保健 和这个营养 来补充的 这种的 这个专题演讲给我们 我刚才听到 这个杨医师所讲的 这个关心侨胞 那个叫做复心有道 健康要做到 这个是 真正是一针见血 那么COVID-19期间 疫苗还没有打以前 大家都怕确诊 一定会有 这个确诊的 这种的 这个疾病的 产生 那么当了打疫苗 又有什么血栓 或者是 这个心肌肉的 这种的 心胞膜炎的发生 在疫苗打的时候 这种的尝试 那么杨医师刚才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给我们这些 做一个讲解 我想我们 刚才所听到的 我也记了 三张给大家看 你好认真哦 做笔记 不是 四张 太认真 因为我是 这个草稿 我会整理 那么我在讲说 这个保健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这方面 我们增加 这次COVID-19的 大家经过 打到疫苗的 我们的这种 疫苗生活也开始了 所以要打疫苗 打疫苗的 这种后遗症 杨医师刚才也 非常的详细 告诉我们 如何呢 在这方面 保健 小心 来把它养护 一定是会 没问题的 刚才 林医师所讲的 那个营养 这个 这方面的 我个人 因为我太太 前一阵子 常常到医生 那边去看医生 我在这两年看到 泰国的医生 除了 看病 诊断以外 他给你 药 来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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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断 来治疗以外 他还会告诉你说 您去找一个 一位 营养师 我说我们以前没有啊 多了一个营养师 以前 没有这个 这个 针断的一个 项目 他说现在 不是 药可以治 营养师的 介绍你 这个营养成分的 一种 蔬果 这方面 等于也是 应药来 治疗你的 这种的 这个 这个 慢性病 或者是 疾病也好 所以我 这一年半来 跟着我太太去 每次去 每次就跟我一个营养老师 讲 刚才讲到 Omega 3 那我太太常常也会吃素 她说 Omega 3 有 我太太说 这个 法术说 最好不要吃 那刚才您也提到 Omega 3 也有 素的方面的 Omega 3 那么 这些 Omega 3 Omega 3 酒 这些种种 我想今天 您讲的最详细 所以我记起来 将来 我想 我们很多地方 可以来参考 或者是 来再请教 林医师 不过今天 虽然一个小时 杨医师跟林医师 国民所讲解 实在是太短 林永华会长 你以后讲解的时间 会两位医师再讲 你要多长一点 不然的话 讲 我们的记 也来不及记 不过 我非常感谢两位医师 我们在线上见 也线上做讲座 大家受益良多 我们会怀念你 林医师讲的 等于是告诉我们 保健 如何我们治疗 我们所遇到的 这种的疾病 我想是 不论是保健方面 或者是营养 这种调整方面 我们会学习 会征照 两位医师的交代 我们会来做 我希望大家 在COVID-19的这个时间 无论是确诊 这种疫情 或者是各位的 关系 各位常常有 需要治病的人 也可以到 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 来请教两位 所以我进入 各位 这次 我看今天来的 有我们侨领 我们同仁 有中华会馆 林阿龙 理事长 和佩坚 台湾会馆主席 彰化同乡会的 郑彦 还有戴云宙 还有王兴毅 理事长 还有华商经贸协会的 全球 但台商都也来听 所以我想办这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感谢 这个华商经贸的 王兴毅理事长 您的 很妥善的安排 也感谢两位医师 在疫情过后 我们欢迎你到泰国来 再做一次 我们的专题演讲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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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我们今天 今天两位医师 讲的东西 有些东西 就是我们 我们会把它全程 都把它录下 然后把刚刚 有断线的部分 把它稍微剪接一下 修一修 然后我们会 把它再放在平台 所以那个连结 可能过两天 我们就会提供 给组长他们 那再组长 再请组长分享给 我们今天参加 或者是说 今天刚好没空 参加的 你可以 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来听这样子 好 那接着我想要请 我们的台山联合总会的 郭宣敏 郭总会长 我现在先跟他说谢谢 因为他帮我们 很多忙 我们泰国有一些合作意愿 都拜托 他给我们 稍微照顾一下 我现在都没头到过去 总会长 嗨 亲爱的老朋友 高主任 还有养医师 林营养师 还有网上代表处的高组长 陈超峰 还有黄秘书 还有我们代表处的 协组长 还有各位线上的 乔领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感谢乔委会 对 还有我们泰国代表处 还有张基医院联合主办 今天的主题 我想大家是受益良多 那刚刚主任有说 要请那个组长 然后把今天的录影 还有一些简报 然后集结 然后再留给大家来 供大家来参考 那我现在才知道说 连维他命D 都可以透过检测 然后就像说我们 有皮肤病或是什么 我们不晓得 我们对什么东西 是会过敏 要找过敏源 那现在连维他命D 都可以检测 那真的是 第一次听到 然后有给我们提供 很多的资讯 那真的很感谢 那我看到那个日本的大川 我每次上哪里他都会看到他 他真的是很支持所有的活动 那我们感谢 那希望就是因为10月15号 我们是听政府有这样子讲 也许到泰国来 您打完两剂以后 那可以不用隔离 但是一定要住饭店 那可以去活动 但是要验4次的PCR 对所以还是蛮那个的 那今天我早上有去 Winwood医院 然后看台商 因为我们总商会有帮大家 安排去打第三剂的Pfizer 对那今天也是 大家就是 就是透过打过疫苗以后 然后就是看有没有 问他们有没有什么 不适应的地方 那刚刚那个杨医师 也有讲到那个 就是说心血管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管是 你有打过疫苗 没打过疫苗 还是要注意安全 那祝大家健康平安 预祝中秋节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总会长 对还有讲说 感谢给我们有机会 总商会这一次有 募款然后有捐赠给医院 一万剂 也是一百多万 快两百万的金额 那我们很感谢张基 那有五个医院 那大家都也很感谢 那感谢我们台商们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那些医院 每个人都痛哭流涕 都买不 结果说 哪有多送来 真的痛哭流涕 而且是台湾来的事迹 真的很不简单 感谢 所以他们都一直跟我讲说 真的超级感谢的 这样子 好 那我刚刚 其实有把我们两位 两位讲者 杨医师跟 跟林嘉庆 嘉庆她的那个 有一个连结 我放在 就是我们现在 你如果看参加我们会议 对不对 有一个叫做 像聊天室的那个符号 有没有 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 那个连结 我先把它放在那一边 所以你可以点进去 然后就可以去下载 我们那个连结 这样子 好 那接着我想要邀请我们 台湾会馆的 林河佩娟主席 可以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吗 还是说你有问的 马上问 没关系 好 谢谢今天的主持人 谢组长 高组长 还有线上各位首长 还有前辈先进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 这个活动呢 我们也po到会馆的群组 让大家能有机会上线 来聆听今天的这个健康讲座 那我今天听了呢 觉得非常的实用 增加了许多的健康知识 那今后也要朝着这个方向 自己来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还有家人的健康 然后也能把这些健康呢 跟一些好朋友来分享 让大家变得更健康 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 非常的开心 在这里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虽然我们听完了 但是中秋节也不能吃太多月饼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 那我们下一位 我们来请一下 我们的李拉隆理事长 帮我们讲几句话 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 朱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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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心的安排 让我这次有这个机会 也能跟大家参加 今天的这个会议 也要感谢 高晓琳的执行长 我今天早上 7点左右的时候 我想自己偷偷跑上网 想的感觉 就说以泰国的方式来说吧 这个死亡人数那么多 我想大部分都是老一辈人 年长者 而且他本身已经有慢性病 然后他自己没有 就说家人或是自己呢 本身没有好好去治疗 没有好好去注意 所以说才很快的就发生这个 就不行了 我一直感觉就说 不可怕 可怕是得到这个病了 自己不晓得 自己没有好好去治疗 让他直接进到肺里面 那就比较困难的治疗了 所以说假如认为大家有感觉说 有哪里不对劲的话 要赶快去治疗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那另外一点我也感觉就是说 居然就是说 发生这个死亡人呢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家里每个人的家庭 都有老年人父母什么之类的 所以得到今天的这个讲说之后呢 我自己有一个感想 所以对我的母亲 现在今年也将近八九十了 在饮食方面呢 我们要好好多注意一下 另外一点就是说 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我也会把多到我们中华日馆的 给所有的理事同员 大家都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希望相信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 能够继续来参加这个会议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理事长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邀请 就是泰国华商经贸联合会的 王欣欣王理事长 王理事长 谢谢 谢谢我们美丽主持人 首先我要感谢乔委会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 祝泰代表处为我们主办这场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讲座 而且这场讲座呢 不限于泰国 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我们在全球的我们的华商经贸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创会总会长都在线上来听 那么健康讲座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座 因为尤其在COVID-19期间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人类很脆弱 健康是一切之本 所以我们办健康讲座 大家需要全球华人都需要的健康讲座 我们感谢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的徐副委员长 常务组的高组长 行政组的谢组长 张基我们的高主任 还有我们的杨医师 林医师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 让我们受益良多 声音有点干扰 那么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也希望我们朝委会 那么继续为我们主办 全球的华人 举办这么精彩的医疗的讲座 那么让我们全球的华人都健康平安 能够安然的度过这次COVID-19 在此我敬祝各位全世界的侨领 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欣赏师承 中秋佳节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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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线上我们有看到我们日本东京 大川 加纳 是吗 林 对对对 好像有问题 还是说要帮我们comment 都可以 欢迎 是的 谢谢 谢谢各位先进 我是亚洲华商经贸联合总会 我是王欣义总会长的资讯长 那我不晓得说我现在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适合在这里问 就是说我想问杨医师 就是说我在日本我已经打了两剂的Visor 然后呢我就是说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去看医生 就是说我是磁铁人 你有听说过磁铁人吗 就是说我现在也可以表演给大家看 就是网上面都有传很多 就是说身体会吸东西这样子 然后有很多人说这都是笑话 可是好像应该大家都很多都是这样 我的朋友我跟他们讲之后 他们去试他们也都都是磁铁人 那现在就是说我已经打完第二剂 打完应该快将近两个月了 我这个手啊 一直就是说 一直就是好像感觉不正常 而且现在我手没有办法举起来 没有办法举起来 那我有听朋友说 这种副作用很时常有这样子 然后因为现在很多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边是适合 我现在有带这个 这个是fork 我粘在身边 放气住了 然后所以说我的朋友很多人也都有这种同样的 那我想说医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呢 谢谢 好 杨医师有问到你吗 这个磁铁的部分 那个在目前并没有很好的研究证实这件事情 但是也许体质的因素 这个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刚刚看到有问到这个第三剂 因为我刚刚线上有人问到问题 就是打完疫苗后测了抗体 要怎么判断说是否追加第三剂甚至第四剂 目前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跟各位报告说 到底要不要做到第三剂或第四剂 尤其不管你打到第几剂 病毒还是会继续变种 因为变种之后对于抗对于疫苗 应该说疫苗保护不到的变种 他就会继续生长 那疫苗可以杀死的那些 那些比如说阿发等等的那些 他就可以继续 就被你杀死 但其他就会留下来 所以在将来我认为 应该还是会有其他的变种持续的出现 那但目前是以这个Delta病毒比较多 那至于第三剂或第四剂 这个是要看将来的将来的趋势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流感就是这样 流感以前 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打过的疫苗 很少每年在打疫苗的 但是流感就是几乎每年都要打 毕竟他是病毒嘛 所以病毒的变 他这种变种会比较速度比较快 所以将来会不会有第三剂或第四剂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并没有人认为说用抗体的数字 来决定你要不要打第三剂或第四剂 目前是没有的 那还有副作用的事情 这个副作用就是因人而异了 那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 我刚刚提到的这种磁铁的样子 就是可以持细的一个表现 大家可以想一下 刚刚在演讲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疫苗其实是从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才上市的 不管哪一家疫苗都是在这段期间上市 所以上市之后的收集的资料其实很有限 不像之前的临床试验一样 在我们平常其他的药物 他们在上市前会有一个叫三期临床试验 上市后还有上市后的追踪 但是目前这些疫苗通通都没有 所以他只能上市后不断的评估 不断的去monitor他的一些副作用 那至于说刚提到这个手比较酸的这个症状 这个其实在不管是AZ 我知道日本是没有打AZ 日本只有Fizer跟那个Moderna 就是莫德纳的疫苗 有这两种疫苗 那这两种疫苗都属于叫mRNA的疫苗 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在注射部位会有酸痛的症状 一般持续大概三到四天左右 那说有人打一两个月还有 那到底跟那个有没有关系 这个我自己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 而且时间要这么久了 建议你还是去看医师会比较安全 好 谢谢 那我不知道我们线上还有没有 我们的这些先进会长主席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 都你就可以举手 这样子 对有没有什么 听完之后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比较困惑 不是算命 算命我没法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请问杨医师一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华商朋友 在不管在全世界各地 有些时候年纪很轻 可是突然有些时候心肌梗塞就走了 突然走了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说 心肌梗塞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先期的征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身体感受到心脏或胸闷啊 心脏快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提早去检查 预防说心肌梗塞突然走掉的这种状况 谢谢杨医师 好那谢谢会长的询问 那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大概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心肌梗塞 常见的应该说前兆 有分两大类 一个是完全没有前兆 完全没有 一发生就已经很严重的 这是最难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他有轻微的前兆 前兆 典型的前兆是怎么样呢 他的胸闷的范围 大概就是左胸口 一整片 这整片的不舒服 那这边不舒服 是什么时候才发生呢 通常就是班中午的时候会发生 班中午 或者你走路走比较远会发生 像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病人 做心导管 他就跟我讲到 在处理的过程中 他就跟我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 医生 你在处理我心脏的时候 我那个胸闷的感觉已经持续两年了 就跟你在做 在帮我处理血管的时候 症状一模一样 我说那你怎么那时候不来看 他说因为我以为我是运动后的拉伤 所以每次只要运动就不舒服 他这个症状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很典型的表现 运动后 你的心机有负担 就是有负担的情况下 出现缺氧的时候 他就会有胸闷的症状 那这种就是要特别小心的 比如说你以前走路走一千五 走半小时都不会胸闷 现在就越走越短 走到可能走十分钟就必须休息了 变得更喘或者是更容易胸闷的话 那这些就是一个前兆 所以这种前兆就建议提早去看医生 好 谢谢杨医师 好那我们好像有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 我们的郑登烟 我们会常来 请问 你好你好 我张话同乡会理事长郑登烟 因为我操作了问题 所以我的影像没有办法出来 但是我一直在很详细听 请杨医师 我长期有吃胆固醇的药 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每天吃一粒 但是吃到现在 我想请问一下 这种药可以持续吃吗 对肝脏有没有副作用 但是我如果不吃的话 我的胆固醇会到250 270至280 但是我如果这样做的话 它是在170至180左右 不会超过200 170至180 170至180 但是就是要每天吃一粒 每天吃一粒 谢谢 有没有会有副作用 没关系我来请杨医师回答 好那主要是针对降血脂的副作用 好谢谢 好 所以刚刚问的应该是 主要针对降血脂的副作用 好谢谢 对 就他吃那个药 对对对对 那最开始 其实大家网路上也都找得到 降血脂的副作用 对对没有错 对 这一类的药物其实在最开始 上市没多久的时候 很多人会担心说 这个药物可能会造成肝脏的受伤 那个造成肝脂素的上升 甚至有人会说这个叫伤肝 那 这类的药物其实已经上市 大概30年了 这一类的不管哪一个厂牌的都一样 那这一类的药物 其实他对降血脂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今天的投影片里面 说写到的那一类的药物 只要你的字 你这个药品的结尾是 STATIN结尾的 那这些呢 就属于降血脂的药 这类的药物因为上市已经超过30年的 目前都认为说 对于肝脏也好 甚至其他什么肌肉酸痛 等等负重 其实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刚刚前辈提到说 你已经吃了20几年了 所以就更不需要担心肝脏的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在有问题的时候 大概吃药的吃药后 大概两个月内 应该就会有相关的表现了 但是因为目前几率很低 而且你有吃了20几年了 而且有吃了之后控制还不错 那我会认为你就继续吃 没有关系 那刚刚提到说 这个数值有到270 280 290 我想这个可能是总胆固醇 那我们目前在 我们目前在控制胆固醇方面呢 目标都是以低密度胆固醇为主 低密度的胆固醇 因为低密度胆固醇在我们体内 是属于不好的胆固醇 所以我们只要能把低密度胆固醇降下来 那对你的身体的负担就会比较小 可以减少发炎的发生 好 那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就是 陈玉环女士 谢谢 陈玉环女士 您要问问 你好两位主讲人 好 好 请说 我是陈玉环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有关维他命 我们现在都是需要补充维他命吗 尤其是维他命D3 D3的话呢 它有分成活性跟灰活性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吃活性的 就是IU 后面是IU的 应该是非活性的 那我想 有台湾的医师是建议 我们应该要吃维他命D3 D3 是对目前的 我们抗体疫情来讲是最好的 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它的非活性 以及它的剂量 因为这个剂量 我们都有看到有1万IU的 有5000IU的 有1000IU的 所以这个补充 怎么样补充是补充对的 好 谢谢 这个谁 嘉青还是谁可以讲 我大概回答一下 没有错 我们一般补就是补D3 不是补D2这样子 那维他命D的选择 原则上我们要考虑的 第一个是它的来源 我们会比较建议是从羊毛汁来的 因为有很多的维他命D 会是从鱼的肝脏 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鱼油里面有很多维他命D 会从鱼的肝脏里面来萃取 那从鱼的肝脏萃取的 比较多考虑的是 第一个 海洋有些大型鱼类 是有一些重金属 拱的污染 再来就是 如果是肝脏萃取来的维他命D 有的如果没有纯化干净的话 应该是要大于30 可是全球维他命D缺乏的人口数 其实有到七八成以上 在台湾甚至是八成九成的人 都缺维他命D 所以呢 最好是检验一下 检验一下之后 如果真的是低于30的话 可能初期要先比较大一点的剂量 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案例就是 他的剂量验出来只有 血液当中浓度只有19 所以我们就是用 一天一万单位 一万国际单位 就是IU的方式 就是连续使用30天 就大概补了30万 所以他可以让他的维他命D 可以上到50几 是这样 那如果维他命D 血液当中维他命D 已经在正常的浓度范围 就是30 还是50左右的这个范围的话 台湾的建议 是建议一天要吃400个国际单位 不过就我们的经验里面 400个国际单位 有时候是很难维持一个 比较适当的 维他命D的浓度 那在特别在 对付新冠肺炎 这些国外的文献 还是医学会的建议 都会建议要补充 2000到3000 国际单位一天 就是你刚提到多少单位 那维他命D 还有另外一个补充上面 的优势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习惯 天天补 我们倒是可以用 一周补一次的方法 或者两个礼拜 补一次的方法 因为维他命D 是有容性的 这个营养素 所以他在身体里面 他的代谢没有那么的快 像我自己的家人 我的妹妹大概30多 她说她常常都会忘记吃 我也是跟她从国外买 那个一万单位一颗的 从羊毛汁里面 出来这个维他命D D3 我就告诉她说 那你就是礼拜天 你就记得 你就礼拜天 礼拜天 你就是吃两颗 就两万单位 就是一天337 21 所以一个礼拜吃两颗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记得 所以可以用这样的补充方法 不知道这样会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 谢谢嘉宾主任 有 谢谢 非常感谢 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剩下最后一个机会 对 不知道我们 还是我们太平洋的这个 联合会的理事长还是总会长 要不要讲一下 是有没有什么 对啊 我来请问林医师一个问题 好 您说 很想大家可能也想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般来讲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担心说 平常我们在饮食方面 可能摄取的这个营养不足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会去买一些综合维他命 比如说扇醇 或者是一些其他GNC等等的牌子来吃 但是呢 有些人说 其实综合维他命并不好 那么还是要这个针对性的 或者是以饮食健康的均衡为主 想要请问一下 林医师说 到底综合维他命是不是该摄取 还是不该摄取 谢谢 综合维他命 好 从饮食摄取 当然是 就是最首要的建议 还是鼓励大家尽量要着重 因为综合维他命呢 还是有一些些 人还没有发现的营养素 是没有办法去 合成在这个综合维他命里面的 像这些年 我们更多强调是很多的植化素 这个是以前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 这个课本里面 教科书里面都还没有谈这么多的植化素 例如上范茄就有茄红素 我只举几个例子 大豆一黄桶一千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这教科书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些好的营养素 可是这些年有更多更多的这些植物性的化学的 好的成分被提出来 那人的智慧永远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发现所有 所以当然原则是尽量要吃天然的食物 这是一个 那倘若真的你觉得在饮食上的营养的偏差度比较大的话 还是可以补充 有一些国家的这个膳食补充的建议 对全民的政策 比如说在美国 他甚至把他过去的这个食物金字塔 这种健康饮食的这个指引里面 他把综合维他命化进去 他说应该要天天吃才对 甚至有很多是国家政策就加了 像我刚提到维他命B是全球缺的问题 特别在日照比较不够的像欧美 像我们台湾还是泰国也一样 我们是太阳很多 我们现在人不太照而已 女生出去都要美白 都要涂很多防线 要穿外套戴帽子遮阳伞 都是这样 所以维他命D也不够 所以在欧美呢 早就把很多的像在牛奶里面 在orange juice 在那个果汁里面 穀物吸热里面 他都已经把维他命D放进去 把一些叶酸放进去 所以国家政策 要加在这些食物里面去强化营养 那台湾是没有把这个维他命D放进去 不过我们台湾的政策是 饮水里面放了佛 预防蛀芽 我们的食盐里面放了点 预防甲状腺 所以就是提到说 其实营养不足 特别是好的营养素不足 是很多全球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注重健康 也是这是我第一个最大的建议 然后第二个就是 还是可以适量的补充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最后这里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要等一下请姚医师回答 讲完之后我要拜托 我们的高组长给我做closing 所以你要先有准备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他说有人在问说 那正常人吸取存氧 是否对心脏有帮助呢 或者是会产生副作用 杨医师 好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常被问到 有人平常就很养生嘛 他希望可以吸多一点氧气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正常人吸存氧的话 对心脏是没有帮忙的 对心脏没有帮忙 那有没有副作用 有 因为氧气过多的话呢 他会产生变成自由基 好 自由基对你的这个心脏的一些 不要说心脏 就全身性的血管 他就会有一些受伤的情况 所以能不 就是原则上是不需要使用 好 那也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 因为我心肌梗塞到了急诊 就要赶快带个氧气 那在目前呢 在欧洲以及美国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的血液浓度 在急诊可以到达90以上 就不需要再带氧气 那原因就是很怕说会产生 我刚刚提到的 当你氧气过多的时候 这些自由基会造成我们 血管的一些发炎反应 变得更激烈 所以任何的东西刚好就好 绝对不是越多越好 那如果问这个问题 那会不会有人下次问我说 那我每天都自己做高压氧好不好 我想这个其实是类似的问题 所以任何的东西都一样 太多或太少都是不好的 适量就好 好 对 有些时候看韩剧看太多 就是不管什么镜头 他都会在一个面子 带氧气 会就会以为 就是这个成氧越来越多越好 所以刚刚杨医师讲的 不是不是这样 对而且可能会有副作用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最后我要邀请高组长 来帮我们讲几句话 顺便帮我们做个closing 好吗 组长 谢谢 我们彰化基督教意愿的今天两位主讲人 杨医师 林营养师 还有我们高桥林执行长 还有我们线上出席的泰国地区的桥林乡亲 还有我们其他国家的桥林乡亲 大家午安 那今天非常谢谢 那今天非常谢谢 还有我们代表处 政治组 谢组长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前一阵子 乔委会 就是因应我们 乔领的建议 希望我们能够 举办这个 线上的医疗讲座 那乔委会特别 折成我们祝泰乔务主 第一次来筹办 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非常谢谢 今天我们彰化基督教意愿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精辟的演讲 特别感谢两位讲座 还有我们高执行长的协助 那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们参与的 我们的社团的代表 我们各位桥林 还有我们线上的这各位好朋友 那透过今天的这样的讲座 也让我们在了解疫情期间 如何避免相关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如何透过食物的摄取 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我想大家应该收获非常丰硕 那在这边也预祝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中秋佳节愉快 大家能够平安的共度这个疫情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中秋节 再次提醒大家 对健康很重要 不要吃太多 特别月饼不要吃太多 好那这次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我留一下那个 我等一下在群组里面 留一个资讯给大家 那这个资讯呢 等一下我贴给大家 大家看能不能看得到 好的 这个资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因为刚刚有就是在会议之前 有人问我说 那他们如果有一些问题啊 可以找 可不可以找张机 或者找什么样的单位 那我这边提供一个讯息 就是说其实我们跟 有一个叫做新南向服务办公室 他们就是 有专门的护理人员 他们在上班时间 如果你 你加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用LINE 因为他们 他们只有 他用Skype 所以Skype的账号就在 那个有没有那个聊天 那个里面有贴在这个里面 所以呢 你如果加他们Skype的账号的时候呢 那你如果说有什么问题 希望有人直接跟你回答 或者是说 你真的很急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也类似打电话 是免费的 那可以问他们 他们在上班时间 都有护理人员会回复这样子 然后那也可以上他的网站去看 那张机我们这里有一个 就是特别针对华人或台上 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通道 那这个LINE的账号 我们叫做CCH Care 所以你搜寻CCH Care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在这里面 如果说你真的有什么需要 或者是你想要回台湾 不管做健康也好 就需要我们帮忙 那你可以传讯息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有人协助 来一直回答你的问题 或者是帮你安排做视讯也好 远距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是 远距的视讯的 咨询的服务 因为有些时候 你可能看到一些报告 你可能不太了解 或者是你身体有什么问题 你也不太知道 问了医生好像也不太能够 那你希望台湾的医生 直接跟你做沟通 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协助 这样子 所以我把这两个讯息 放在这一边 那再次谢谢大家 今天抽空的参与 那未来我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那一样如果说 我们今天这个两个主题 讲完之后 那之后大家对其他的主题 有兴趣 那我们就来邀请其他的医生 一起来做不同的这个主题的分享 这样子 好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中秋节快乐 我补充一下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刚刚刚高主任讲到 新南向人员健康服务中心 官方网站 刚好我们两点的时候 总商会有收到这个讯息 那也送到各平台去了 大家可以去下载看 有很丰富 对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佳姐一块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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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快乐 平安 中秋节快乐 平安 平安